第九百四十七集 白痴黑 莫小鱼想了想 说道 还是算了吧 你把文胜利约到这儿来 我要把事情都说给你听 非得弄死我不可 就算是他死之前 肯定得拉我当垫背的 你们到底干了啥 非得泥死我活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否则对你也没好处 你就按我说的办法 赶紧打电话 就说我要见他 莫小鱼说道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杨艳妮问道 莫小鱼摇摇头说道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 还是我们自己解决为好 杨艳妮无奈 只得出去按照莫小鱼给的号码去打电话了 此时 文胜利正在去市局的路上 接到杨艳妮的电话倒是非常的意外 呃 我不是很明白杨局的意思啊 文胜利假装说道 带话我就带到这儿 你来不来那是你的事 我只是负责把话带到 杨艳妮说道 哎呀 唐州的同行真是有意思 居然还能给犯罪嫌疑人带话 这是唐州特色吗 文胜利还在恼火杨艳妮截胡的事 冷嘲热讽的说道 杨艳妮根本懒得和他说话 话还没说完呢 杨艳妮这边就挂了 这让文胜利一愣 嘿 这小娘们 还挺有脾气的 年纪轻轻就坐到这个位置 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的亲戚 莫小鱼要见自己 自己也很想见他 因为事情到了这一步 自己的准备还不是很充分 如果一旦出事 莫小鱼豁出去了 把什么都逗出去 自问自己还没拼个鱼丝网祸的准备 所以 文胜利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稳住莫小鱼 为自己争取时间 所以 立刻嘱咐司机 掉头去龙江分局 莫小鱼算准了 文胜利一定会来 所以当莫小鱼和文胜利 隔着铁栅栏见面时 这一幕有点滑稽 哎呦 文叔叔 您来了 您看 何必呢 啊 你就算是不来找我 我也不会去找你啊 而且我也从来没去过洛京 大家都糊涂一点 不好吗 有时候死人是能保守秘密 但是如果杀人的成本太高 还不如合作呢 莫小鱼笑笑说道 合作 文胜利一愣 这小子都这个地步了 怎么还有胆子提合作的事啊 栗子和龙又轩 约在了公园的门口见面 这个时候春暖花开 在公园里长阳的人很多 而且此时的太阳不是很多 晒在人身上 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说吧 让我做什么事啊 我知道 他这一百万呢 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 栗子问道 其实 到了现在 我真是有点难以开口了 我都不知道这么做 是不是对的 龙又轩犹豫的 小轩 你从前可从来不是这样的 怎么了 很难以鸡翅吗 栗子倒是笑了 问道 嗯 很简单 就是想让你去 吸引一个男孩 然后 发生点什么 剩下的 就没事了 龙又轩终于下定了决心 说道 栗子一愣 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问道 莫小鱼 是多恨这个男生啊 居然要这么做 莫小鱼是画画的没错 他同时呢 还从事古董生意 但是被这个男孩的父亲 黑吃黑了 还要置他于死地 这不嘛 今天带人来了 还要把莫小鱼带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这么简单 龙又轩说道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干脆去找他父亲 不就完了吗 干嘛非要找这个男孩呢 你知道我 我知道 但是这个人是警察 不上钩线不说 你不一定有这个经历 但是这个男孩 在艺术学院读书 就在本地 你行事也方便 龙又轩直接否决了 栗子的建议 龙又轩看到栗子 面有难色 于是说道 啊 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 我再想其他的办法 那些钱 莫小鱼也不会要回来的 小轩 我坐 我知道该怎么办 栗子终于下定了决心 说道 好 那这事完了之后 就把你送到美国去治病 一切的费用 都由莫小鱼来承担 这几天要是没事 就把护照准备一下 我想 以你的能力 这事 用不了几天吧 龙又轩笑道 唉 你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损我呢 栗子的脸色有点飞红 龙又轩扶着她 坐在她旁边的长椅上 栗子将自己的头 震在龙又轩的肩膀上 她闭着眼 享受着这早春的阳光 是不是觉得不忍心呢 龙又轩问道 也没有了 只是觉得 我为了救自己 去干这种事 实在是有为我的道德底线 栗子说道 地线都是自己定的 当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再低的底线 都能画得出来 你说对吗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 一再降低自己的底线 我和你一起上的大学 但是我家 没有你们家 那么好的家事 我本来想帮上 一个什么二代 哪知道二代是二代 这不是我要的二代 自甘堕落 成了现在这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同学中 也就你还和我联系了 要不是你 我真的就变成鬼了 现在哪还有什么 底线可言呢 栗子 悲气地说道 龙又轩没说话 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 对于有些人 倾听也是一种治疗 比如说栗子 此时此刻 文胜利看着墨小鱼 就像是看动物园 笼子里的猴子一样 不知道这小子 还有什么底气 说要和自己合作 对 合作 我知道 阿姨这会儿在家里 肯定是忙疯了 忙着转移家里的东西 对不对 墨小鱼像是能看穿 一切的算命先生一样 一出口就直接戳中了 文胜利的心窝子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可以举报 你就算是运到哪里去 埋得有多深藏得有多好 没用的 现在你一上街 至少能被八个摄像头 拍到你去干啥 你说还能找不到 你往哪儿运东西啊 墨小鱼也遇到 此刻墨小鱼注意到 文胜利的身体抖了一下 他几次都想捂住 自己心口的位置 的确 自己的心脏 有点受不了了 接着说 文胜利终于吐出一句话说道 很简单 我呢 帮你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像英康宁这样的买家 我认识很多 国外的我也认识 但是前提是 你别再想着 怎么把我给杀了 墨小鱼说道 看卖 我买的人 我认识很多